這邊是這個 這個感覺很成熟華 他很熟華 你看 這真的是成熟華 救命了嗎 是嗎 哎呀 哎呀 不得填髮型 要唱一首 哦哦哦哦哦 你意思我的話朵 哈囉歡迎收看 那我編出任務 我是志爺學爺 我是偶尼 如果還沒有訂閱 2B鬧大學的現在給你三秒鐘 3 2 1 2B鬧大學爺爺的首首哦 那我們今天的問題是什麼呢 平常在家的時候 寶寶媽媽會放一些經典歌手的歌曲嗎 哦我媽喜歡張學友 我媽哦 有德華 哦我媽也說劉德華很帥 所以我們今天講得那麼多 我們今天的主題是什麼 將將 大學生認識哪些經典歌手 我很愛聽阿布的 他的歌我覺得都超好聽的 我很喜歡張多人 我不是 真的假的 你會去聽他的歌 不管過了多久 你還是會感受到那一份純純 那我們今天就來看大學生認識哪些經典歌手吧 出發 go 有認識 你會感受到那些經典歌手嗎 張學友 我媽也喜歡他 美艷華 童嘉惠 童嘉惠 童嘉惠厲害 100 江惠 小舞隊小舞 欸小舞隊有四 算吧 投開 吃到食物啦 翻盤不就這兩個媽 她們我媽很愛便宜 我媽可以上流給自己 哦 哦 真生的 我是他們的 對 沒有 真實的 可是他已經很久沒有出來 看男生的 張維蠻 也是超某的 張維蠻 李宗盛 陳生呢 陳生我覺得還好 哈哈哈 這個先息怒啊 你要去學校了 哈哈哈 張綺 哦 算了 林子瑄 因為我媽喜歡聽 我們可以來玩一個遊戲 經典的女歌手連連看 完了 我全部都認得耶 我還沒在聽台灣耶 我全部都認得耶 沒關係這聽哪裡的歌 其他美國了 我感覺這個 這個是這個 欸對耶 真的假的 那這位呢 他很有名 連蔡依林也有翻唱過他的歌 我真的不知道耶 他臉嗎 我很想 錯 哈哈哈哈 他是林毅臉 林毅臉 林毅臉 已經錯了 林毅臉是這個吧 是吧 這個吧 對對對 是不是就這個 這個感覺很純樞華 他很純樞華 因為他很純樞 第二位 張青芳 很純樞吧 陳書華吧 不是啦 不是 真的是陳書華 救命喔 是嗎 哎呀 哎呀 那對甜髮是 萬方 對 那是萬方 我知道 你長好厲害 對 然後這是陳書華 哇 你全對耶 因為我喜歡聽老師 我現在挑戰男生版 啊 這應該比較簡單 我知道500 我偶像 要唱一首 哦哦哦 你意思我的話多 忠聖 陳孫 什麼 陳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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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大佑 陳孫 對 我長一張 那個丟 羅大佑 等等 等等 500 第二位 陳孫 他羅大佑 忠聖 莫白那個吉他 很有贏命啊 必須要跟你們講一件事情 這一集是陳孫特質 所以我們會有10集的陳孫快問快答 陳孫是誰 第一題哪一個不是陳孫 他喜歡的運動 A 重訓 第一腳踏車 C 鐵人三項 我知道 又是他老婆 有道理耶 我都不太清楚了 腳踏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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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次 鐵人三項 重訓 鐵人三項 重訓 因為他很怕 鐵人三項 腳踏車 第一 我猜重訓 我也猜重訓 全部答對 哦 真的 為什麼 鐵人三項裡面有腳踏車 是嗎 我在直覺 答案是 A 哈哈哈哈哈哈 然後中 哪一首歌不是陳孫的歌曲 B嗎 B 我也愛痴狂 One night in北京 One night in北京 她是新月團的歌嗎 我唱新月團的 哈哈哈哈 完了 什麼溜溜蝦 許諾琴 對啊 Hanik哥 陳孫會唱這種歌嗎 哎 不要亂唱 是她的歌嗎 而且是她的陳明星 我也是 重一點 你這都知道 完了 Hanik哥 那是流落音的對不對 哦 對對對 Hanik哥嗎 A是她的陳明曲哦 對啊 A是 C吧 那你知道A是她的歌 我知道A是她的歌 那你剛剛怎麼會問陳孫是誰 因為 因為我只知道這首歌 KTV會點 我爸媽學的時候 稍微點 而且你不關哪一 One night in北京 那我們分開啊 我選C好了 B 你答案是B嗎 哈哈哈哈 你可竟然過 感覺他 我也愛痴狂 你也說得好 你也會愛痴狂 50 50 50吧 吳靈在南投高山上面 可是上山下海 好有道理哦 我的天啊 真的 你沒辦法開演唱會吧 他可以 為什麼 選綠島 我選金門 我選 在哪裡啦 哈哈哈哈哈哈 從吳靈在那裡都不知道 就不會怪我們的 金門在台北附近啊很近啊 對綠島感覺很遠 對綠島感覺很遠 就不會想去啊 金門在台北附近哦 在哪裡附近 不是 比台北附近 比較近 比較近 綠島 金門 欸講金門的是 哪一位 我 好厲害哦 你怎麼知道 沒有 因為那台是三個女生 其實我也有選擇 他還是金門 我 看什麼 看吧 他快瘋了 他快瘋了 金門感人就很多賭雞而已 我覺得綠島很酷耶 我也覺得綠島很酷耶 他沒有當過誰的製作人 感覺就是B 可是又覺得有點太那個 對 太簡單了 你不是好聰明哦 是不是 我覺得C啊 我覺得走滑街 因為走滑街 他是前輩嘛 金城武 他不唱歌的 好 金城武 金城 金城武 想要 金城武跟他們說什麼 金城武嗎 為什麼大家第一支 我都想選金城武 大家都不相信金城武 十六七號 真的很難想像耶 我只知道他是第一支 好厲害哦 超級厲害哦 他是歌星出身的 哇哦 哇哦 很厲害 而且他們都是有邏輯的耶 我是推理的 都錯哦 哦真的假的 金城武會唱歌哦 哪一個樂器不是聲歌擅長的樂器 感覺都很擅長 對不對聲歌 對 對不對 聲歌 聲歌 小提琴 我想要 那你選吉他 不是 但剛剛的照片就有彈吉他啦 欸有嗎 好啦我也小提琴 OK 小提琴 不符合他的感覺 風格 小提琴 感覺小提琴是比較西方的 吉他 可能是琴吧 當然吉他跟口琴就很適合 就是民歌的感覺 我還是選吉他 但是小提琴 耶 這想太多都那個 他沒有拿過哪個獎呢 金 金鐘獎 金鐘 金馬 金馬 金鐘 金鐘 突然補一句金鐘 金馬獎 金鐘 金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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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曲一定有 金曲一定有 他有演戲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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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對了不演戲啊 因為節目 那就C 我會覺得很B 當然是B B 因為有可能他是唱什麼 原聲帶之類的 然後得 喔 欸有看你耶 有看你耶 生哥出角是哪一年 沒有很老的感覺 他...他不老啊 我覺得他沒有到很很很老啊 生哥你很年輕 生哥 我想看B耶 應該不是C 沒有那麼對 1970 我今天1988 1970 1970 1970 錯 1988 1970就更一代啊 還是沒有看 沒有看 這個女生很懂耶 很會猜的耶 很會猜的耶 哪個工作是他沒有做過的 感覺他會煮菜 還是B 我說這天蠻簡單 A A 作家 導演作家 作家 導演 很簡單 不是 我們只要講的 不是簡單 大家要知道答案耶 錯 廚師 感覺就是 我有眼睛耶 你們是現實耶 我也是現實耶 26年的 跨年生哥都會做哪一件事情呢 我選C 26年耶 我選C 我覺得很浪漫 生哥就是一種浪漫的人 是嗎 這是我派出去的嗎 一直講你好話耶 C 為什麼 因為他喜歡上山下海 好有道理喔 開版傳看日出 那我選元旦生奇 為什麼我選開版 感覺就是他這種藝術家會做的事情 帥哥都喜歡去參加元旦生奇 好喔也是帥哥喔 生哥 好 元旦生奇 元旦生奇 為什麼會選元旦生奇 感覺他很愛國 他開演唱會有沒有遺憾 有有都很遺憾 看日出 看日出 就是看日出 超會 哇那你隊超多的 每年 欸你可以當他的助理耶 確定好的 欸 三哥 給我去看日出 三哥 先看看 但是生哥的確是有喜歡開帆傳 喔我就說吧 藝術家喜歡做的事就不一樣了 最後一題呢就是因為這支影片 所以 陳生大哥會看到這支影片 喔 我很喜歡你 我超喜歡你啦 他們都 應該是媽媽比較喜歡啦 太棒了這位 陳生呢 陳生我覺得還好 你為什麼要火 你為什麼要火 我為什麼要火 我為什麼要火 我喜歡你 在之前他們有組一個團隊 跟一個房間員 還有一個 可是好像過不久就點到 對不起 快點冤想的時候到了 那剛剛我們雖然很不了解你 但是我們現在從此刻起 我們就會慢慢了解你 感謝你 台灣流行因為你走下坡 那就要靠你名 這批比較有資歷 有年紀的藝人技巧 現在年紀已被拉抬起來 拜託你 沒問題 我音樂那麼多好聽的 我有聽過你的歌 有一陣子 真的很喜歡你們那個樂隊 就是覺得很療癒 我就會去聽你的歌的 身體健康 萬事如今 跟大家的父母親問好 我們教我K 神哥從今天開始 我每天聽你的歌 神哥我KKBOX 每天喜歡你的歌 神哥我KK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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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一定要做到的 神哥 神哥你剛剛看完 有什麼樣的想法 沒回神啊 就是像被一個 被一個 真的嗎 有人說你很胖欸 我一定要為神哥平反一下 他本人真的受到爆炸 他的腿都被玩戲 你知道嗎 他手就說不要受到爆炸 就是沒有大家在螢幕上看到 他覺得神哥好像有點微發福 但其實沒有 信不信我一般都保持在 75公斤左右 所以你有特別在維持身材 但是我大概有50公斤在臉上 害怕 你看那個名聲樂家 他們那個共鳴 確實會比較好 不過張學友是例外 張學友怎麼瘦 他是歌神 我怎麼好瘦他呢 神哥呢 出道這麼多年 路上也會遇到非常多的困難跟瓶頸 那神哥你是怎麼樣度過的呢 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嗎 我的招式比較老土 我都把自己搞得更累一點 然後好睡覺 因為我估計明天 只要起床 應該是海溝天空的 實在是不行的話 暫時拋下身邊的事 去運動然後 去運動或者去對著海發呆 不要跳下去這樣子 喔對 很重要不要跳下去 因為我總是相信 明天應該會好一點 那後天還是會好一點 總是會好一點 神哥保持一個非常正向的態度 也許是一種 再怎麼悲觀 就是這樣子嘛 大學生啊 他們追夢 那神哥有沒有鼓勵他們的話呢 確實這個世代 資訊太過於膨脹 每個人都有八種 路線跟事項要去做 也許他們自己都搞不清楚 是要幹嘛 對啊 人都一求不滿 坦白說我覺得 夢做到一個限度就好 你長得又不是金城武那個樣子 你為什麼非得要去當超級演員 這時間就是這樣 對 我們每天照一下鏡子 確認一下我們的能力 到底到哪裡 街坊節目中啊 我們很常去問同學們 愛情相關的問題 大家呢 常常為情所困 神哥其實有很多情歌的 那神哥有沒有想要推薦 或者是送給同學們哪一首歌呢 我沒有要推薦 為什麼呢 我只有建議大家 又有機會 趕快去談戀愛 越多越好 就保證你不會老人痴呆症 神哥也是這樣子嗎 我就覺得 以前彈的太少了 人家連結婚都結三次 我好好 我才結一次 我別說一次就足夠了好不好 一生就一個真愛 好 老公的喔 對啊 因為我知道這間就是連續26年 開了跨年的演唱會 那今年也不例外啦 拖備的時候 有沒有發現一些比較特別的事情啊 我來形容好了 好 這有一點像 新郎 結婚典禮的時候 其實新郎都沒事做 像就是我就是那個新郎 喔你是新郎 都是旁邊的人在忙而已 喔 而且我已經結26次婚了 欸對耶 對耶 要對歌迷說哪些話呢 一直支持你的歌迷 希望你們一起 來看我的第26個新娘子 那你那天會打扮著新娘子的樣子嗎 你們會我不會 我是新郎 喔你是新郎 對 真的謝謝神哥今天來到我們節目當中 那我要教神哥做結尾好不好 好 神哥你要說記得訂閱 Kubi鬧大學的頻道 大家我們要跟你說再見囉 記得要訂閱Kubi鬧大學頻道 記得要按讚開啟小鈴鐺囉 記得要去追蹤 神哥的Facebook 還有訂閱濃濃的頻道囉 等一下還有下一檔節目搶先看喔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哈囉歡迎收看 小鈴關特戰 來問我們看 小鈴鐺的護理師 到底是不是真的溫柔善良 此天會照顧人 今天不會那麼溫柔嗎 因為我們要是快很準 喔你們要快很準 但你們會覺得 耐心給別人好一點嗎 沒有欸 沒有欸 我覺得我都很暴躁 真的沒有 一錯打怪就開始詛咒大家 真的不會嗎 可以發現只有我自己在詛咒人家 好可憐